新竹市上个礼拜有一场别开身面的钻石婚宴 共有59队牵手超过一甲子的家偶 穿上礼服在子女与花童的祝福中 再次攜手走过红地毯 庆祝这难得的时刻 谈到60年来的婚姻生活 长辈们都说都是因为互相包容才能够走到今天 也感谢对方付出一生的陪伴 相见为兵 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 谢谢她嫁给我 这一辈子岁月辛苦她了 社长林志坚也到场祝贺 除了依依与长辈们合影留念 也认为结婚60年相当不容易 而想到自己已经结婚4年 大部分的时间都忙于公务 鲜少陪伴家人 也借着这个机会感谢夫人 针对她的包容与付出 哇 刚刚一走到会场 就感染到大家充满了幸福快乐 现场可以说是洋溢满满的幸福 我陪伴家人的时间都非常非常的少 那我想 哇 很不容易 我太太这么包容我 我这样子想一想 度过了4年的婚姻时光 结果我想到今天要来到会场 各位已经都攜手共度一甲子 实在让我非常非常的敬佩 现代人离婚率高 能白头到老的伴侣越来越少 相守超过一甲子 又有子女成群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钻石婚宴现场 到处都充满了浓浓的幸福滋味 台阔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